众所周知有这么一个男人 还演了所有男生们都梦寐以求的角色 比如说三国第一猛将的吕布 亦或是西楚霸王的项羽等等 而在特色圈他也同样有着极高的人气 相信你们也猜到了 没错 他就是唯一的中国假面骑士 赴金云 他在fiz剧场版的亮相属实惊艳了不少观众 那他使用的腰带实力到底怎么样呢 小城会在今天的fiz全腰带盘点中给出见解 想看fiz腰带和凯撒腰带小伙伴请一致上期视频 巴不都说咱们进入正题 一 德尔塔腰带 变身条件为奥菲以诺或者是有奥菲以诺印记的人类 其变身后的外观造型是根据希腊字母德塔为原型设计的 身体的盔甲以黑色为主 并伴随着白色的条形纹路 这种黑白相间的色彩使他颇巨神秘感 橙色的双眼各是透露着几分凶狠 作为致脑机团开发的第一条腰带 其变身时并不需要像其他两条腰带一样按手机上的按键 而是转变为声控变身 要知道 这可是02年 在那个大家都用着翻盖手机或者小灵通的时代 这样可以升空的智能产品属实是高科技了 难怪当年筷子周边一出来就大卖特卖 好了 回归正题 德尔塔无论是基础素质还是系统量子电流功率 都是远超筷子腰带和凯撒腰带 在战斗时会增强变身者的战斗欲望 使其激发出更强的战力 但也正因为如此 可能会让变身者解除变身后依旧保留战斗欲望 从而使其性格变得异常凶暴 甚至可能会造成精神崩坏的危险性 并且由于量子功率过大 导致变身者体内会残留少量光子电流 因此可以从指尖释放电流攻击别人 当然 对于能够控制住战斗欲望的人 或者没有战斗欲望的人来说 这条腰带就是没有副作用的 其一变身者为宫谱 心井以及河内 三人都是流星熟的成员 虽然剧中没有三人的变身画面 但从他们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推测出 应该是沙耶收到了养父花行寄来的腰带后 为了消灭奥菲以诺 将腰带交给流星熟其他的成员 但因为他们都控制不了德尔塔腰带 被他的副作用影响后 沙耶又将腰带收了回去 其他变身者为沙耶 因为其善良温柔的本质 所以能够克制住腰带副作用所带来的影响 仅从他变身后的两次出场来看 个人觉得他是众多德尔塔腰带变身者中压制力最强的一个 第一次出场便轻松的解决了一个奥菲以诺 虽然没有给出打斗画面 但看过FICE的小伙伴都知道 FICE中骑士的设定是如果能释放技能杀死第二的话 会有骑士印章出现 而被沙耶杀死的这只奥菲以诺 虽然全身冒着红色火焰 但是消失时并没有出现骑士印章 说明沙耶仅凭拳脚就将他干掉了 而且沙耶出场时散发的强大气场 直接让一向嚣张至极的吵架都感到畏惧 第二次出场更是让身为幸运草四大干部之一的琢磨对德尔塔产生了心理阴影 由此可见沙耶的实力有多强悍 可毕竟是个人类 沙耶的身体十分虚弱 因此他一直在寻找值得托付德尔塔腰带的适配者 在见证了乔爷的温柔善良后 他准备将腰带托付给乔爷 可结果还没给出去 乔爷为了救争力离开了 后来更是因为自己还没来得及变身就被泽田一刀秒杀 不得不说 明鬼写的剧本真是让人又爱又恨 如果沙耶活着的话 或许北齐的识别会来的更早一点 其三变身者为北齐 天泽将花叶杀害后 腰带自然也就落入了北齐的手中 作为中期的战力天花板 再加上德尔塔腰带的争议 基本上在中期打遍天下无敌手 这不得不又要提到琢磨了 原本琢磨就对北齐有阴影 再加上杀也给他留下的德尔塔阴影 现在两重阴影都聚集在一个人身上 好家伙 这直接把琢磨整成了委屈宝宝 但北齐对德尔塔腰带并不看重 只是把它当成一个玩具 玩腻了之后又还给了泽田 嗯 现在装逼后面有的理哭 其四变身者为三元 北齐将腰带还给泽田后 泽田转头就把腰带扔给了草家 草家本着多一个骑士就多一个帮手的原则 将德尔塔腰带给了三元 这次筷子中的三骑出现 三元作为德尔塔腰带的主要变身者 因为其不想战斗的星星 所以也不受德尔塔腰带副作用的影响 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导致他就算使用着最强腰带 但打出来的战绩却十分难看 基本上只能跟跑龙套的杂兵打一打 有时候甚至都被杂兵打的解除了变身 就更不是干部级别奥菲一诺的对手了 因此三元也被称为时尚最弱的三骑 其四变身者为巧爷 是三元被杂兵打的解除了变身后 恰好巧爷路过 因为当时巧爷已经将筷子腰带交给了小马哥 所以为了救下三元和李奈 他捡起了德尔塔腰带变身 虽然此时的巧爷十分虚弱 但其所展现的战力还是碾压性的 我只能用一句话形容 那就是 傻爷 你果然没有看错人 其六变身者为李奈 其变身小神就不形容了 大家直接看原片 好家伙 我愿称你为史上最快词别骑士 其变身者为村上 在和巧爷三元的战斗中 三元不出意外被打的解除了变身 直接白送了装备 村上捡起德尔塔腰带后变身 其也能够完美的适应德尔塔腰带 展现出不俗的战力 但可能是因为老板的时间当的太久了 导致驾车的技巧不够娴熟 这部驾驶的机车直接被草家的喷射滑行者撕碎 腰带也被爆了出来 奇叭变身者为草家 是草家在和奥菲尼诺的战斗中 因为使用凯撒腰带不敌对面 被打的解除了变身 因此切换德尔玛腰带 随后很轻易的变将奥菲尼诺消灭 从这边就可以看出来德尔玛腰带有多强悍了 哦对了 草家也是剧中唯一一个使用过三条腰带的男人 二天帝腰带 是智脑集团将德尔塔腰带一分为二 制作成天帝腰带 而不均匀 哦不是 利尔便是天帝腰带的使用者 其变身后的造型是以希腊字母push为圆形设计的 身体的盔甲以白色为主 并伴随着蓝色的光子流管道遍布全身 攻击方式以速度敏捷文明 更是可以凭借背部的飞行攻击者实现空中作战 使他的机动性更加如虎添翼 甚至打弹都可以躲掉 天帝刚登场时就展现出强大的实力 他千而一举的便将三个奥飞以诺消灭 在之后的战斗中更是直接玩捏草家的凯撒腰带 为此还为我们贡献了草家再次杀化的名场面 并且他还有专属武器玄棍利刃 他可以凭借该武器释放出强大的必杀 但可惜的是他碰上了巧爷 虽说筷子腰带的基础素质没有天帝腰带高 但使用者巧爷已经将筷子开发到了极致 因此还没看到天帝释放必杀 就被巧爷一击利刃斩给消灭了 值得一提的是 因为合运动有着一米八八的身高 这要比皮套演员的永赖西上高出不少 因此为了不让画面有违和感 所以变身的时候是俯拍的 三弟弟腰带 同样是德尔塔腰带拆分的另一条腰带 弟弟腰带的数值还要凌驾于天帝腰带之上 除了筷子的爆裂形态外 他可以碾压其余的所有骑士 其唯一变身者为小马格 变身后的外观头部是以希腊字母奥米嘎为原型设计的 双眼呈现红色 全身盔甲以黑色为主 在其外部更是披上了黑色的披风 身上流淌的金色光子电流功率更是远超其他腰带 作为智脑集团精心改造的腰带 它的力量方面相比德尔塔 腰带有着质的飞跃 这拳拳到恶的打击感确实夸张 专属武器为裂地剑 必杀即使在武器中填满任务机一体后 裂地剑会转换成长戒模式 然后挥舞长戒斩向敌人 其威力大道可以破坏周围的一切 可以说小马格将弟弟腰带的实力也发挥到了极致 4smart扣带 作为智脑集团开发出来的量产型腰带 其变身后的外观都被暗金色的盔甲覆盖 头部则是以希腊字母欧为原型设计的 这光秃秃的面具 你确定不是动大妈为了省钱吗 身体并没有开发光子电流种强力buff 因此他的战力也就十分普通 基本上战斗时就是靠着数量来堆 在剧中第一次出场便是六个奥飞一诺同时变身 在剧场版中更是号称有着万人莱欧骑兵小队 但基本上也没啥作用 就是爬帕龙套而已 要是硬说他有什么亮眼表现的话 那就是为乔爷提供了深红十二年的明朝面了 好了 本期的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小城 一个绝对不会脱根的男人